歡迎大家收看聖利台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我們的影片 將影片share分享出去 留下comment有建設性的留言 當然不少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聖利台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不是侄你,大家互侄吧 我怎麽侄你呢? 這段影片很不錯 所以漏夜辛苦也是划算的 千萬不要致滿 以陳華棟來說7萬view數真的少 先開場白,動哥給我講兩句 雖然這個節目是動哥,賽馬動新聞 星期五今天是10月6日 攝影時間是3時50分 我想學一下你 3時50分還是10秒 我沒有說10秒,不要挖我 平時賽馬動新聞,動哥都自己錄的 但他覺得要放著,會好些 觀眾說收音不好 為什麽收音不好呢? 很簡單 因為本來我們要聽到動哥的聲音 放在這裏 又說聽不到我的聲音 我聽到動哥的聲音就行了 我聲音不清楚 都不是,角穿見解 何集合上早的事情怎麽看呢? 減刑加刑就說沒事了 沒事就一定不可能 我又覺得這樣,這個我真的要講笑少 其實呢,去到這裏 我們都當然可以 就是這個時刻 有評價,對這件事有評價可以 但是呢,如果泰國說幫何集合 跟著是X馬會呢 其實對何集合未必著數 只是講道理而已 講道理講證據而已 還有何集合 聽你這麽說 以前的拆騎記錄是十分的green 即是很潔淨的 即是很潔淨的 即是他甚至是怎樣說 就算不小心拆騎 他都不問 昨天這件事呢 馬廷那天問過阿牌哥 阿牌哥怎樣呢? 真是鬼暗眼 他跟華同收僵了 做了一兩步 但是他都跟那個論調一樣 不知道為什麽呢? 他看入面不看外面 在通常 大家點兵相接 如果入面 內蕩那隻馬 騎士一定是看外面 看過不過你 但是他最後那兩步 真的看入面 不知道什麽問題 阿牌哥說 這些叫鬼暗眼 鬼暗眼 不出奇的 譬如說 有時寫東西 你都對了很多次 你都會有錯 即是有時一定會有的 我們那時候寫稿 找牌格子 那些編輯就說 他說飛仔 你們那些初寫稿人士 切幾一點 千萬不要插一塊鼻子 即是寫了一塊鼻子 這塊鼻子不小心 即是那人 紙巾就不太行 那時候飛仔 那些包裝紙巾 就插進那段稿子裡 不小心 插進去 然後又抹著眼 是啊 看不到那塊鼻子 那個編輯 一接到這段稿 他當然要幫你加加減減 那即是何澤要多了個鼻子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講給改稿 馬田 那一集說 上一集 小小妹 張英平幫他擺平了 為何時告他 那你姐姐寫的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那個馬經 一哥 我很熟 《時光傳興》 那他 叫他寫稿 那一般來說 我和你心戴 我投了稿 你寫到七零八落 不要緊 最緊要 到時候 準時支稿 可以的 但是這位姐姐不是 初入行的那些 所謂 很有抱負 和所謂讀過大學的那些 那些 有識之士 寫稿不忠人改他 就算你的稿 點不通信 他也不忠人改 忠人改 改了他之後 就有一點詐欺 是啊 如果我改你的東西 不要緊 你到時候出稿就可以了 大哥 OK 你最好幫我代替 我給你一個稿而已 我給你一個稿而已 這個 我完全同意的動作 我都是這樣的 不喜歡人改的 不是 我是沒有所謂的 那些 就是我們最想叫 S洞洞的 對 對 你最好幫我代替 我給你一個稿而已 你很喜歡改 一場一 路程好 狀態好 你鬥掉他 二場二 就有些陰謀論 但是我這場賽事 看到這隻馬 的機會是相當突出 因為我昨天就 在這個公寺 就聽到 那個馬主 就跟人說電話 或者是馬有機會 這些作的 但是這些 要讓棟哥這麼有名氣 才可以說 只是掛個名就行了 對不對 何摘堯這件事上訴 不知道怎樣 不過我觀問 怎樣也好 真是要維持完判十日 我希望馬會 那把尺 差硬一點 第二 這是軟尺的 軟尺的 硬的要 這些度陽具也好些 軟的不行 證明你很多傢俬未買 軟尺多數是 就是度位買傢俬的 那下一屋新搬來 售版都是這些尺 售版 四尺半的 那就是怎樣 很簡單 你真的買尺 麻煩你 拿正一點 總之平頭 終點前 誰手 如果拍照平頭 就十日 如果不是平頭 不是叫平頭 是並頭 我當時被總編輯罵 飛車 不是平頭 不是和平 是並頭 但是平頭的意思也沒有錯 不是 正式是並頭 不是平頭 總編輯罵 是很有文才 中文水平的 它是很有 我們修身 70年代寫的那個 修入的修 其實不是修你的修 是維修的修 但是我們寫了修入的修 是 是 其實我們 修身 不是修身 不是修身 是剪裁 不是 我們看前輩 他這樣寫修身 我們就這樣寫修身 前輩寫錯了 寫錯了 我們跟著錯了 總編輯罵 飛車 沒有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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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平頭 站在哪裏 不是修身 是修身 修你的修 是修你的修 就是我們那時候 被那些甩毛飛 一拿去集猜房 六七十年代 就幫他修一修你 就是修你 那些真的修身 那些真的修身 幫他修一修你 我就希望 就是某些 那把尺 拿硬一點 就是有時候 你如終點前 誰是誰手 你畫一角度 大家清晰 你不用說 你昨天說什麼 一啊 一三幾二 那都沒有意思 是是是是 你拿著一個項目 你隨手 如果影輸了 二十天 如果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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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人就可以了 就是以前老前輩的名字 簡而清 那你不用一三一 挨二啊 一三一挨三 那都沒有意思 那棟哥 那一場馬 還有一個 很多人 我那天 他呢 就被你半夜 騷擾 那我看片 看了三十次 那去年小米 就在他的節目 和另一個節目 那個 那個虛火上升 那個網上節目 那經常說 他都拍照做假的 虛火上升 總之 十一壇 十一壇 就是鬧 虛火上升 那時候是拍照假的 但我看那條片 是 看那個 過鐘 應該是那個 幸運 那叫做 幸運 什麼鬼 不是幸運 應該那一隻 外檔那一隻 贏過 我看導師 是 那時候去年 就是一套 豪馬一台 有些拍照鏡頭 我教我厲害 是 你試試看什麼 不是陳百祥 不是 那個不是很厲害 他只是作大的 是不是 如果厲害 學了 不用不合格 他很厲害 他都是作大的 但是他做的 暫時我知道他做法有弱意 是 那是怎樣 我教我厲害 我說 你看終點 拍照 我看騎士屁股 誰是騎士屁股 行運旅程 但是如果我看過三十次片 我真的不是看三十次片 不是說 看過一張照片 就是沖繩那一刻 我真的看過何澤宜 怎麼收 應該是幸運如見導師 是不是幸運如見 幸運旅程 幸運如見 幸運如見 這隻高灣馬 不過我始終都是強調 百年老店不會騙的 尤其是抽水多 喂 這些很嚴重的 P圖呢 這件事 我們真的一定不會 我們都相信 有沒有些事情 覺得馬會 我相信 拍照 我不知道裡面怎樣 那時候去澳門 我就去看拍照 立刻曬照片 就找個監製人 看 找個放大鏡看 看哪一隻到先 哪一隻就過不了 立刻曬照片 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二十年之後 但是二十年之後 應該的科技再進步 那些照片應該可以 不斷再放大 還有我相信 他這張照片一定有幾個角度 但是你 比馬迷看那個 那個慢鏡 真是明顯 那隻幸運女情導師 嗯 如果你是 哪個角度 說他 病頭換軍 你應該 比馬 那個片段給大家看 比馬 那個慢鏡 給多五六次不要緊 最重要是 做事 最重要是服眾 大家 不要看屁股 很多觀眾 那天不要看屁股 因為為什麼 一定是 幸運旅程 那個安卓民是誰 哪個騎士是有的 中逆禮 中逆禮 他一定是先過何濟禮 因為何濟禮是兩部收的 你逢你馬一收 那個騎士的 那個騎士的 力牌 站高一點的 那麼他屁股 就一定是厚一點的 就是這個中間 大家 有時候 看跑馬 一個人中間那些騎士 五次都很高 因為他有兩下 是沒有騎的 所以不要看屁股 看屁股有誰教我 是 就名將偉林誠教我 偉林信 怎樣呢 他有一次問他 最後一集在澳門跑 我跟他談 我其實拍照 你們拍照贏輸 能否感覺到 感覺到 但一定是看著在外面 表面就看著外面 在外面就看著裡面來打 應該感覺到 他說你不用 裝一些很容易搞 誰才先屁股 這隻影響機會高一點 但是這樣 他跟著 因為騎士的長短椅也很重要 如果短椅一點的騎士 屁股呢 就厚一點 那些屁股 那些屁股 那些屁股得低一點 如果 長椅一點 長蕩 就站高一點 是 但經常 他拿著騎士屁股先後 看中間 他百分之七十應該沒有了 百分之七十 至七十八 那些百分之七十就不夠了 七十八 那現在經過查理 可不可以講講 給他三個百分之八十一 是 這些位置你相信 是不是 不是澳洲一代名將 都算是名將 那 董哥這次有什麼提供 差不多 這次提供的 就一早講了 咖哩仔 有一隻馬第一場 那隻精采動 這個馬大家知道 跑草地不用想 今季兩度熱身 轉來地 用了這個 黃志宏 是 減十磅 非常好跑 加上這隻馬不受天雨影響 正常的泥OK 跑草水的泥OK 應該贏面很大 另外一隻 我喜歡 星斑那隻 旺的神區 我看這馬落腳盲 上一場 潘亂營那一場 1200 大外當寵寶 間反而就逃了出來 就一放到底 去到最後一百米 好像想 想塌塌 其實這馬相當1400 更加好 我看這隻馬 這些分增情多200 應該沒問題 這兩隻應該挺好的 第一隻 有些淺分 半冷門 第二隻 都是熱門的 旺旺神區 那場旺旺神區 想問棟哥 都有些馬幫忙揹飛 那幾多 有紅衛社 武林密碼都會揹飛 中華盛景 中華盛景 這隻 武林密碼輸硬的 不要買 我覺得中華盛景 又像這些重磅 中華盛景 最看不通的 是紅衛社 天成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這隻 旺旺神區 還可以 有上升空間 那天我們排隊 還可以 中到爆裂 這個叫做正常發揮 不是啊 你自己單獨就更好 其實想了辛苦你 不要 今天幾分鐘 差不多了 現在都十幾分鐘 好 下次下次節目都挺精彩的 說說李敬威呢 那時候不是有因於我 其實他幫過很多東西 這個絕對是 一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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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練習 另外說兩個騎士 我就把他給馬馬跑 但是我就要佔他這隻馬 收為三成 結果呢 兩個都換他 不知道他沒有回答 什麼什麼 到時才會說 這個要講清楚一點 否則觀眾誤會以為你抽水 不是 那我等於 等於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經理人 經理人 其實條件很優口 你不用說這隻馬馬的機會 你不用說那天賽事 你幾個馬馬的機會 怎樣 一把都沒有 總之這隻馬馬收入 收10元 你就給我三元 這是很公道的 但是結果呢 就是不知是什麼原因 兩個都不肯制 或是根本沒有人支援到他 叫做四個字 胎死福終 但是有這些 有些很多騎士祭 你說藉不得那麼多外藉 一定找到人 那幾隻馬都是找到食 到時再說 好 好 今天的时间 动心闻够了 拜拜